他現在在漲 往里面推不拉不動 等一下停炒的時候我們再拉 油污因為漲潮不斷往里面移動 燃油鎖拉不動 得等退炒才能清除油污 漁民你一言我一句 急得找環保局人員申訴 因為看看這底下的黑色廢油 不僅沾染上了漁船 漁群更因此大量暴斃 死於漂浮在水面上 模樣淒慘 被污染的漁船約有二三十艘 漁民只能自己花錢清理 重新油漆 一艘費用起碼十來萬 而且這期間還不能捕魚作業 損失該找誰陪 漁民說根本沒人敢出來承認 如果不是地下管線 剩下的就是人為的請到 環保局表示污染範圍約五百公尺長 十公尺寬 燃油所處理後初步估計 約有四十五公噸廢油 曾派員進入中油零原廠調查 但沒有發現異狀 會再持續追查其他工廠 還要調閱監視器 釐清有無人為偷盜 只是漁民的損失跟中雲港污染 到目前為止恐怕還找不到元凶求償 記者蔡仲勳 SNG小組高雄報導